大家好 昨儿个我们有说到啊 牛逼哄哄的张又霞张将军 向一副这个中国最高的党和国家 党政军的一把手去越南访问 牛逼哄哄亮瞎眼 明显的没把细胞子放在眼里啊 这个基本上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这个消息啊 我看到我的很多个好朋友都在说这个事情 太不正常了啊 只能说明细胞子真的没什么军权了 结果呢 这会儿又收到一些军方的一些消息 很有个意思啊 军方有人说这年头啊 没有人愿意去打仗啊 如果是有人要去打仗的话 他自己老婆孩子一起上啊 我们不打仗 很有个意思啊 现在的军队没有人愿意为习近平送死 当然这个他没点习近平的名啊 说现在的军队没有人愿意为某一个人送死 谁打仗 谁想打仗 谁的老婆孩子一起上 说这个话从哪说起呢 当然民间的观点啊 说是军方的人传出来的 但是我宁愿相信这是真消息啊 因为军队的这个腔调太不一般了 张有霞完全没把军习主席放在眼里 事可忍包子不可忍是吧 主要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伊朗跟以色列这边啊 这个动静推大太大了 这个连美国的选举的两方面都关注这个事情 川普怎么说的呀 川普说今晚中东地区一片火药味 没有人去掌控局面 拜登在睡觉 是吧 哈里斯在跳舞 没人管 现在中东真的是个火药桶 牛逼轰轰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以色列啊 动用他的几百架飞机 和他的各种牛逼轰轰的导弹啊 完了以后单挑一呢 跨越多少公里啊 几千公里吧 咱就少说点啊 五六个国家隔在中间 呱啦呱唧呱唧呱唧飞过去 然后对着伊朗的一通的这个设施啊 一通狂轰乱炸 炸完了以后呢 然后又悠哉悠哉的又返回 是不是 太牛逼了 这是 你可以说以色列的军事优势牛逼轰轰的啊 太牛太牛大牛 但是你也可以说是什么呢 你也可以说是伊朗的这个军事水平太差 都是一些一个花架子啊 伊朗这个国家 号称是中东的第一强国啊 伊朗是中地区的大国领袖啊 是不是 除了以色列敢跟他叫板 其他的国家都是跪舔伊朗的 不敢对伊朗有所不符啊 结果像这种国家 其实他们说伊朗的军事水平 其实是远远超过这个 土工中国的啊 土工中国除了有几个所谓的原子弹啊 土工中国的军队的实战能力 至少要差伊朗人20年 伊朗人经常会搞点事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足球这个东西啊 伊朗人都是伊朗足球队 都是这个中国足球队的近敌死敌 是不是 说亚洲的足球 完了以后说土工中国最巨最处的 最怕的就是两个队 一是怕东边的韩国 二是怕这个西边的伊朗 是不是 基本上是见一次打一次 没打必输 他关键他心里怂你知道吗 所以伊朗这个国家的军队啊 其实是不错的啊 比土工中国强度了 土工中国的那帮孙子 一天那么吃喝嫖度 他打什么仗啊 是不是 这个以色列国防军牛逼轰呢 这会儿终于宣布 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已经结束 所有的飞机安全返航 几百架飞机啊 你想想吧 你哪怕你伊朗人搞一架下来 你也能吹牛逼吹半天了 一架都没有 飞到你的国头上空 飞到你的首都的上空 完了以后 对你的核设施 对你的军事设施 对你的一些基础设施 一通狂轰难炸 炸完了以后 还跟你说再见 然后又在游在的 又返回几千公里 又回去了 是不是 所有的飞机安全返回 这是个什么概念 是不是 说以色列空军 袭击了二十几个伊朗的军事目标 和导弹制造设施 同时袭击了伊朗的地对空导弹阵力和其他的防空能力 以便使以色列的飞机在伊朗的空中能够行动自由 你看到没有 而且以色列放话了 如果伊朗将冲突升级 今天的行动展示了我们的能力和决心 以色列就这么牛逼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说的吗 几百架飞机 你伊朗首都 你伊朗的各种设施 都有防空设施的呀 都有牛逼轰轰的 你不是有中国给你送的武器吗 你不是有俄罗斯给你送的各种防空设施吗 导弹吗 为什么干起来呀 那以色列人是首先是用导弹 袭击了这个他的这个 就所谓的地对空导弹阵力和其他的防空能力 也就是说他动用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 先把你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地对空的导弹 所有你的防空能力全部给你瓦解掉 让你没有任何的防空能力 完了以后这个伊朗的战机 以色列的战机几百家 就那么像像自由行一样的 就在你的空中叫行动自由 一个另一个国家的飞机 在我自己的国家上空 你跟我说是行动自由 这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碾压呗 我就是这么牛逼 你服你不服不服来变 不服我弄死你 是不是你不服你呢 胆敢将冲突升级 今天的行动就是我们的能力和决心 下一步我就弄死你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些消息啊 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可能不大关注啊 但是问题是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 包括什么俄罗斯的军队 我说一下 念这个石油大国 沙特阿拉伯都不敢对伊朗有所造词 这个伊朗动不动就说 你信不信我要他妈的用导弹 用我的伊朗的军队碾压你 碾平你 沙特阿拉伯 所以这个沙特阿拉伯 虽然是一个中东国家 虽然这个 跟美国人也不怎么对付 跟以色列也不怎么对付 但是他知道啊 他宁愿选择与以色列为伍 与美国人为伍 他绝对不会选择与伊朗人为伍 为什么呀 因为首先第一从武力层面 他肯定搞不过伊朗 对吧 完了以后第二 伊朗的各种乱搞肯定不是个东西 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 他都要选择跟以色列为伍 跟这个美国人为伍 就这么简单 所以沙特阿拉伯 虽然伊朗人一直想说灭了他 但是他灭不掉 动都不敢动 一动动你试试看看 绝对的啊 我就告诉你啊 全世界稍微有点眼光的人都知道 这个土工的军队 他是不能打仗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 大家都看得到 西包子这个宠货 他一方面呢 舔俄罗斯舔的那么紧 把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力量都得罪了 另外一方面 他脑子进水 以色列对你中共多好啊 是不是给你钱 给你粮食 给你技术 这些年不要太太对你中共亲近了 人家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态 完了以后你一屁股 坐在伊朗这边 在背后煽风凉火 坐在恐怖主义这边 其实以色列之所以搞这么大的阵仗啊 之所以动用这么大的阵仗 横跨几千公里 动用几百架飞机轰炸以色列的关键设施 然后毫发无损的返回 这件事绝对是给世界上所有的流氓地痞看的 给西包子看的 给土工军看的 绝对吓坏土工的所谓的军队啊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的震慎能力极强 基本上我看有些个人在那里说的啊 基本上如果说以色列你要弄死西包子分分钟的事情 那土工中国我告诉你你的你的防空能力远远赶不上伊朗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人支持伊朗那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条件吧 因为他们之间隔得远是不是 他们之间没有一个所谓的边境的冲突 没有一个所谓的厉害的什么什么地缘政治的冲突 但是俄罗斯跟土工 他一方面要利用土工利用西包子让你送钱送女人 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防着你 因为毕竟漫长的边境线是不是 稍微弄的不好就会打起来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啊 西包子不懂 但是俄罗斯肯定懂这个道理 孙子兵法说的远交进攻是不是 你这么近的国家你应该时时要提防着 说的多简单的一个事啊 是不是 你你对遥远的美国在那一天到晚喊打喊杀 完了以后你对你隔壁的一头这个一头恶囊 一头北极熊你这里跪舔 你不是脑子进水吗 所以他们说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送给伊朗的防空设施啊 应该是代表俄罗斯最高的防空设施 最牛逼的 但是在以色列军队的面前 暖用都没有 那俄罗斯送给中共的那些个防空设施 那基本上是一个次品淘汰品 所以以色列军队其实是可以瞬间搞死土工军 瞬间搞死这个什么的啊 瞬间搞死这个细胞子这么个250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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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